过去 周先生疏于对家庭以及感情的经营 而乐女士又用错了排解情绪的方法 导致双方走到这一般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老师们的批评和劝诫之下 乐女士低下了头 周先生也不再像之前那般傲慢 他们能认识到自私的问题吗 他们又究竟还有没有继续婚姻的可能 此时 调解员李津平给双方设计了一个互动环节 你们做一下这个游戏试一下 到底这个问题有没有解 按照李老师的指示 双方走到场上 在周先生接到了工作人员弟的眼罩的同时 我们注意到乐女士主动伸手 打算帮周先生戴上 这个举动让我们看到 乐女士对丈夫周先生似乎还是有一种本能的关心 接下来 李老师让蒙着眼睛的周先生对乐女士动手 游戏很简单 男方你在这里边就可以打乱拳 就是你随便这么打 拳打脚踢都可以 女方是不可以除这圈子的 你也不像他打我吗 我在这里不动 让他打你啊 这是啥意思啊 反正以前是他打我先的 以前他打我不会痛 他打我私下 我打他一下就痛 他打我私下就不会痛 游戏中周先生显得有些犹豫 他不太明白李老师的真正用意 对于挥手去打妻子 他有些不舍得出手 来 你先自己先打一下 又不是真的 你又打不着他 可以向左 再往前 对 当你知道他的方向的时候 你就朝他的方向打 然后看看女方怎么打 往前走 你脚往前走啊 对 往前走 在手拍打到乐女士的一瞬间 周先生立马停手 并且转身低头不语 片刻之后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不想打 不要逼我好不好 不想打是啥意思 因为我觉得 他应该伤得比我重吧 我觉得他应该伤得比我重 这点感情 听到丈夫周先生 不再是指责自己 而是对自己 有了些许理解和心疼 乐女士也忍不住哭了 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知道这一次 是我自己做的不对 对丈夫周先生 他也表现出了不舍 就算是我跟他离婚了 我还是希望他好 他是一个比较心善的人 在这个互动环节中 我们能看到 其实他们对彼此 还是有感情的 在双方回到座位后 李老师对周先生 提出了一个疑问 周先生 内心这么柔软 有爱的男人 在生活当中 怎么会表现那么粗糙呢 一个原因 我比较喜欢打牌 婚姻是有规则的 我们要为婚姻的维系 做一些让步和妥协的 和自律的 不管是在男女关系上 还是在打牌这件事情上 你说喜欢玩 那喜欢玩的太多了 端午节的时候 我在我办公室楼下 饭店里游乐场 看到的都是家长 带着孩子在玩 所以当时我还说 我说这有了孩子之后 真的是没自由了 这大人所有的计划 都要围着孩子钻 就是陪着孩子玩个游乐场 陪着孩子吃个饭 甚至在那排队 这就是婚姻 那你不问他 我还陪他到龙虎上玩过 还陪他 反正这周边的旅游经历 我都陪他到玩过 因为你太爱打牌这件事情 一丑遮百郡 不是 在相 你就可能耽误很多事情 知道不 没有 我白天不被打牌 因为这件事情 造出了问题 我们就正视这个问题 不要努力去解释这件事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我肯定过不了那个坎 如果在一起了 还是会吵架 过去 双方对婚姻缺乏亲盈 导致矛盾丛生 也让情感慢慢消磨 他们之间 能否放下过往 化解心结 继续婚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